俗称瘦瘦比的糖尿病治疗真剂 因为能够抑制食欲 令减重的民众趋之若鹜 不过,现在网络上出现了假货 药品是以德文来标示 颜色也和原厂不同 包装内没有中文说明书 也没有国内药品许可证 提醒民众不要在网络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 不仅影响健康 还可能违反药事法的规定 最高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打开网络购物平台 只要输入以妥差、原子笔配件等关键字 立刻就会出现不少卖家 以遮蔽字样或示意图的方式 要来吸引有益减重 且有意愿购买瘦瘦比的民众 私讯询问 但要小心这种没有经过 医师开立处方签的 瘦瘦比可能会有假货 近期欧盟与英国发现俗称瘦瘦比的 以妥占注射比出现违药 食药署证实该款违药是以德文标示 颜色也和原厂不同 目前国内有核准相同英文品名的药品许可证 但包装内没有中文标示以及许可证字号 非属我国核准药品 医师表示目前国内合法的瘦瘦比有四种 在临床试验已经发现 GLP1衍生物可以帮助糖尿病人控制血糖 还能调节食欲 延缓胃排空 控制血压 血脂等达到减重的效果 但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使用的剂量也会有所不同 根据实药署的统计 网路药品违规案件 光是今年上半年违规的件数就有820件 其中无罩药商有567件 违规贩售的药品以减肥药和壮阳药为大宗 因此提醒制造或输入违药或禁药者 最高可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一亿元以下罚金 接着我有张国良推报导